我打游戏时遇到一个最熏熏的恋爱脑少爷 他问我小姐姐谈恋爱吗 我生气的打字拒绝 我是男的 对面又说 我可以给你花很多钱 我眼睛亮了 加起嗓子回复道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没有老公 我现在穷得可怕 问就是因为被爸妈强行打掉了生活费 少爷上一秒还在为自己酒醉后的骚操作懊悔 却在听到我语音的下一秒就沦陷了 收到静演送的全套皮肤时 我们在游戏里的情侣关系已经升到了99级 他突然要起了我的照片 因为我拿小号加的他 小号上没有发过任何一条朋友圈 静演开玩笑般问道 宝宝 你不会是骗子吧 骗我可是会很惨的哦 听到我耳朵里却如同催命的恶鬼 我紧张兮兮地解释了一长串没发朋友圈的原因 静演却罕见地没有听 只执着于要照片的一件事 大少爷第一回恋爱 恋爱得很投入 但因为是网恋 偶尔也会产生怀疑 找不到真实感 因而在这件事上格外坚持 我一心虚就容易慌 慌不择路地找了张网图发过去 静演的消息同时抵达 不要拿别人的照片骗我 紧接着是看了照片之后发过来的问号 骗我 我嘴硬 没有骗你 静演冷笑 把图片上的水影圈出来给我看 刚撒了个天大的谎 不到一秒就被人拆穿了 我头皮一阵发麻 静演不急不缓地威胁 宝宝 骗人的话我会报警到 送给宝宝的礼物已经达到立案标准了 我哪里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 想尽了办法找理由 没有骗你 我长得很丑 怕吓到你才不敢 发照片的 静演就是不信 我说的嘴巴都干了也没有用 静演冷静道 想让我相信你 可以 和我视频 还是发照片吧 我怎么知道照片到底是不是你的 静演本来没有这么虫的 但我的态度明显有问题 静演这才皱了眉 她倒不是因为花出去的钱 她不喜欢真心错付被人戏弄的感觉 我没有办法 在视频邀请即将要断掉之前 翻箱倒柜找出来 吕女士之前买的一顶假发 那是吕女士先前调发厉害的时候购入的 但还是甜妹的风格 和吕女士的优雅很不搭 买回来就没有动过 我刚跑回卧室就接通了视频 静演本来是靠着一背 双腿舒展的散漫坐姿 看向视频画面的第一秒 还是漫不惊心的神色 直到我的脸清晰的出现在屏幕中 看起来就很白很软的脸 柔顺的乌黑发撕贴着脸颊 大眼睛眨呀眨 可爱的要命 直白的说 我真发了照片 静演都不会写 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静演好不容易回过神 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小对象 心动的厉害 网恋这么久第一回见到真人 他像是新婚夜挑开新娘盖头的新郎 嗓子都有些哑了 宝宝 他信了 我瞪了他一眼 啪的一声把视频挂了 我是心虚 可我也是有脾气的 我的脸消失不见 静演才猛的回过神来 真的漂亮的要死 但这事确实是他做的过分 把小对象惹生气了 但是刚刚瞪他的那一眼 简直要迷死他了 静演第三下四的哄人去了 那次视频实在让人着迷 静演做梦都在回味 但很可惜 当时他连截图都忘了 那短暂的视频 简直就像在梦里发生的一样 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静演哄了又哄 才艰难的从小对象那里 要来一张照片 一张脸一张漂亮的照片 我对静演倒没留下多少印象 只记得他有张很帅的脸 不知不觉假期就过了一半 大学开学后难得的小长假 我和朋友本来商量了许多计划 奈何出师不力 第一次去会所就被我爸妈逮个正着 剩余的计划就被打乱了 直到现在我们才重新捡起来计划 沈仙和谭真商量着去本地的一家民宿 我完全没有意见 只负责听从指挥 跟上部队以及吃吃喝喝 照常和静演打游戏 听声音静演好像在外面 周围有挺多人在说话 隐约还有碰杯的声响 我有点紧张 害怕被发现是男生的声音 开麦的次数都少了 让让 静演喊我 又走神 没有 我很小声地说话 听起来哼哼唧唧的 更像撒娇了 我戴了蓝牙 所以别害羞了 他含着笑一把话说完整 你不早说 我游戏里的小人气羞羞地 对着静演的小人挥了一剑 奈何时队友 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 好威风哦宝宝 静演评价我的小动作 又故意问我 怎么一讲话就害羞呢 默默在游戏里捅金主的我不吭声了 静演不自觉想象着我害羞的样子 只觉得心里一阵发痒 乔克他们正商量着开学之前要去哪里了 静演忽然问我 宝宝在哪个地方读大学 一成啊 我正在游戏里打着龙 没怎么想就说出来答案 我和沈仙他们都读得一打 宝宝我就在一成 在游戏里疯狂疏出的我却猛的一哆嗦 头脑清醒了 我不该说的 本来就是苹果 被他知道长相了 还都是在一成 万一哪一天走在路上被认出来 宝宝你读的哪个大学 静演迫不及待地追问 我很害怕会在线下碰见 慌得不得了 要是被静演认出来 我是个骗人感情的男生 会被打死的吧 怎么不说话 静演问我 你哪个大学 我终于学聪明了 先问了静演一句 哎大你呢 我的脑袋好像挨了一道雷 只觉得眼前一片空白 手机都快要拿不稳了 怎么能这要巧呢 竟然在一个学校 过长的沉默里 静演察觉出一点不对 轻声问 不想说吗 不 不是 我僵硬出声 我哪里敢说实话 便慌乱地编造了个谎言 我成绩不好 没考上大 我查了个位置在一城 但距离一大极远的学校 恨不得让静演觉得 我们离得有十万八千里 然而静演竟不觉得有什么 即使两所学校离得很远 他只觉得能在一个城市里 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到时候他可以过去看他的小对象 或许节假日的时候 还能一起约个会 不过距离那个时间还有点远 两人相处的时间也不够长 我又经常害羞 静演怕自己一时冲动把人吓到 理智的没说什么 他只道 好 到时候你想见面了 我就去找你 哪里还有到时候 我这时候就已经心虚地要命 甚至产生了分手的想法 只是目前我还得靠静演的钱来维持运转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骗下去 打完那一把我就推辞说 眼睛难受不想玩了 静演关心问了几句 是眼睛疲劳引起的难受吗 我心有余悸 不太想说话 直到不玩了 不玩宝宝也不用看手机 闭着眼睛就行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静演道 干什么呀 我心烦意乱地嘟闹 眼睛难受得厉害吗 厉害的话就一定要看医生 宝宝把收获地址给我 我给你买个眼部按摩仪 静演压低嗓音 但还是被旁边人耳朵尖的听见了 宝宝把收获地址给我 几个男生笑嘻嘻的学舌 取笑坠入爱河的严大少爷 我想了想 你把钱给我就好了 我自己买 像买玫瑰花一样 静演挑了下没反问 我哪里敢泄露自己家的地址 万一某一天男扮女装网恋的事情被发现了 静演开着大卡车撞开我们家门怎么办 我愁眉哭脸的在床上打滚 忍痛割爱 那我不要了 只是这句话落在静演耳朵里 就变了种味道 宝宝 静演换了种称呼 你是在躲着我吗 一个危险的问题 让两人的关系在悬崖边缘反复横跳 其余的是静演都不会去较真 唯独涉及到感情方面 他犀利的不留余地 我愣了愣 飞快地答 没有啊 怎么会呢 静演似乎起身走到了空旷的地方 周围的声音都淡了下去 周让 虽然我们的开始很戏剧性 但是我告诉过你 我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 我 我也是 我脑子里的闲断了 磕磕巴巴道 静演很满意小对象诚实地回答 嗓音柔和下来 但又别有深意道 那就不要骗我宝宝 我那一瞬间扶植心灵 哥哥 我那么喜欢你 怎么会骗你呢 怎么喜欢的 静演检察官一般问道 我开了窍 软着声音道 我每天都在想你 起床想吃饭想睡觉想 想到和你打游戏就很开心 我这一场串甜言蜜语 说的自己都觉得腻歪了 却恰巧和静演的真实状态重合 静演脸色缓和下来 含着笑告诉我我也是 哇 我误了 金主就喜欢这样的 静少是真的吃这一套 小对象撒完娇 先前的账就清了 地址的事也不急了 不逼你了 等你哪天想通了再告诉我 我输了口气 又听见他说了句很帅的话 钱转过去了 自己买 我冒心情也喊道 哥哥 静演无奈道 得了 祖宗歇着去吧 哥哥回去玩了 哥哥玩得开心呀 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次那笔钱凑够了数目 我把钱赚了过去 这场聚会过去一半 静演才放下手机 周围人无一步嬉笑地 看着他打去道 静少谈了个对象 跟变了个人似的 重色轻有的家伙 静演大大咧咧坐着 本来就不想来得好吗 是你们打扰了我的恋爱时间 乔赫的朋友 带过来个小新人 静演本来在和一桌人 玩卡牌游戏 忽然听见乔赫问 小新人是哪个学校的 听那语气 是很想把人送回去 小新人报了个大学的名字 乔赫导航了下 距离他们这边还挺远 失望地叹了口气 静演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对象也是这个学校的 那你们不离得挺远 这不变相的异地恋吗 乔赫幸灾乐祸 你懂什么 距离产生美 你加一下他 静演说 为什么要我加 你什么意思 留着当备胎 乔赫质问 他们在一个学校 说不定能帮上点什么忙 我不加那是为了避嫌 我是有对象的人 静演道 又来了又来了 乔赫直接在网上 搜索恋爱脑的男生 还有救吗 静演盯住了小新人孙小美 问你个事 静演开口 小美抬头 我要以小三身份成功上位了吗 你有什么很想要的礼物吗 静演问 小美的目光略过静演的外套 手表以及鞋子 故作镇定道 其实也没什么想要的 就喜欢最新款的那个手机 他孙小美也有霸上公子哥的一天 静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喜欢钱 那这个应该也是喜欢的 孙小美期待地看着他 静演反而有点不解了 还是乔赫的一句话 打破了僵局 你问这干什么 给我对象 准备30天纪念礼物 静演道 小美的玻璃心卡擦碎了一地 乔赫实在没有耳朵听了 强势转移话题 奇荒给我发的地 青破山 那边有个民宿还不错 过去玩玩 去呗 静演无所谓的 我刚结束了和静演的交流 就接到了沈仙的电话 青破山 去不去 好呀 我正想着做点什么 冷静一下好继续努力呢 一大早 谭真和沈仙他们开车来接我 两个小时就到了 预定好的民宿门口 好像又来人了 乔赫开窗 瞇着眼往下面看 看见了几个 朝他们这边走过来的身影 静演昨晚被蚊子咬得没睡好 正眉睛打踩地 握在沙发上补觉 乔赫关窗户前 又往外瞅了一眼 没看见漂亮妹妹 经不住失望地摇摇头 干嘛去 乔赫看着突然 出来往外面走的江气慌问 打个电话 江气慌道 房间里我摆弄着手机打发时间 忽然意识到我没带电脑过来 也就不能和静演打游戏了 我眼睛一亮 刚好给自己放假了 我发了条消息过去说完不了了 还没收到回复 窗外的光线突然阴了下来 有人站在了我们门口 江气慌惯性走到空房外打电话 然后就和房间里面坐着的小男生 打了个照面 结皮有些严重的江气慌 竟觉得玻璃窗内的人莫名顺眼 他礼貌地对我点了下头 蛇身回去了 走的时候还在对着手机讲话 斯文俊美的年轻男子走远了 我却突兀地站起来 推开窗户 探出脑袋多看了几眼 我总觉得那人看着有些眼熟 另一边睡醒的静演捶眼翻看手机 正打算给我发个消息 先看见了我发过来的消息 哥哥 出去玩没带电脑 今天玩不了了 静演看了看桌子上 他特意带过来的电脑 心里说不清是个什么样的复杂滋味 小对象对他好像不是特别上心 但这想法刚产生 我说给他听的那些甜言蜜语 就一起冒出来 打消了那个想法 电脑也确实挺沉的 小姑娘出门带着也不方便 静演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 顺便问了句出门是去哪里 和朋友一起出来玩 我很快就回了消息 隔壁房新来的客人 正好从他们门前经过 隐约能听见两个男生的低语 静演适时想起茶岗这回事了 问朋友是男的女的 当然是男的 我理所当然的回答 此时我正在跟原子的老板 要篮子摘里子 回消息都是抽空 忘记了我正在用女孩子的身份 跟人家网恋这回事 静演瞳孔微缩 正欲问罪 我的下一条消息又蹦了出来 哥哥 没钱吃饭了 给点钱花呗 小女朋友要零花钱 静演一向是享受 以及宠溺的态度 但不包括此刻 她和男生一起出去玩 什么都没和她说 而后找她要饭钱 不赚 没钱 宝宝 你最好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话 一起出去的有几个人 有大人吗 几点回去 再不在外面住宿 静演试图向她那不懂事的小对象 传达她不愉快的心情 但这个过程不太顺利 因为我怕手机掉到园子里 发完消息就把手机给了老板 让老板替我们收着 十分钟过去了 静演没有收到任何一条恢复 静演想象着小对象 看见消息的反应 这是第一次 他拒绝给我的零花钱 小对象年纪小 自尊心又强 第一次遭遇拒绝 会很难受吧 静演表情冷素 臭着连转的钱 只此一次 下次要提前和我说一声 我一边吃着李子 一边打开手机 一打眼就看见了 我给静演回消息 先解释去摘果子了 所以没看见静演后面的话 为了证明 还给他拍了张摘下来的李子的照片 还录了我的手指 又撒谎骗人说有大人 下午就回去 好叫他安心 不多时 谭真和沈仙回来了 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去泡温泉 乔赫喊他们 下楼的时候 遥遥地看见远处一片林子 乔赫忽然想起来 这地还有个果园呢 等明天摘点尝尝 静演想起刚刚我发给他的照片 忽然产生了去果园看看的想法 说不定那里也有李子树 这样他就能看见我所看见的事物了 这想法一闪而过 在心底留下个浅浅的痕迹 我提着李子和桃子从果园那边出来 去民宿老板娘奈何冰粥 我忙着吃冰粥 才往自己嘴里喂了一勺 抬眼跟前就多了个人 江其荒恰好垂眸 又是那种熟悉的上位者气息 就是在我们门口打电话的那个人 我蹭了一下缩回脑袋 不知道这人有没有发现我在偷看 好在他没有回头 我装模作样的吃了两口冰粥 忍不住又去看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 背影不怎么熟悉 眼神也不熟悉 但是他真的觉得很像他认识的一个熟人 江其荒拿到心做好的冰粥转身上楼 我被谭真推了一把 走啊 咱们也回去了 我呜了一声 捧着手里的冰粥就往楼上走 江其荒楼梯才上到一半 就听见了身后追过来的脚步声 他眼角余光一烧 果不其然 我爬上楼梯 拐脚内确立着道身影 那个人没进去 还不遮不掩地捅我对视 似乎是在专程等我 我傻了一秒 江其荒微微低下头礼帽询问 你好像一直在看我 我没想到偷看的举动会被发现 更没想到会毫无准备地被当事人质问 我在脑子里疯狂地想该怎么解释才更加合适 我看上去紧张兮兮的 被人戳破小动作所以吓傻了一半 江其荒从不擅长安慰别人 此时此刻也只是缓声说了句 别怕 我的脑子转不过弯来了 慌里慌张地想 我怕什么 不能因为我偷看他 就要教训我一顿吧 江其荒安慰完那一句便微微欠了身 给出了致命的回答 我只是不太能接受小朋友的追求 抱歉 他再次对我点头 转身进了房间 门轻轻地关上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后 沈仙和谭真替他提上来的水果掉在了地上 让啊 沈仙颤着声叫我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终于叫出声来 不是不是 哎呀 没有这回事 什么叫不能接受小朋友的追求 偷看他一眼就成追求了 我欲哭无泪 谭真和沈仙紧张地推着他往走 回去说回去说 咱小声点 别 别让他们听见了 我用了十多分钟才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让沈仙和谭真勉强接受了 他真的没有向那个人表白的事实 我坐在沙发上啃李子 手机响了下 静眼问我回没回去 我只当是寻常聊天 随便打字糊弄说回去了 静眼却好像在怀疑什么 他说不信 打个视频看看 周围还有好朋友在的 我当场就要傻掉了 我小脸一皱 搞起了信任危机 真回去了 我骗你干什么呀 你不信我 静眼不接我的茶 直到让我看一眼 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往后退了一步 发张照片也行 我一溜烟跑进卧室 从背包里翻出来假发 得亏我有先见之明 防范着出意外的可能 把假发妆包里带过来了 静眼的视频打过去 对面磨蹭了一会才接 镜头被什么东西盖住一半 只能看见小对象软白的脸 我五官本就属于精致那一挂的 戴上假发一点也不为何 即使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乍一看见这张脸 静眼还是顿了两秒 怎么才接 他故作冷静地问 我假装着才睡醒的样子 反过来抱怨他 我都要睡着了 静眼这才发现 盖着镜头的东西是被子 小女朋友正准备睡觉 他和躺在被窝里的小女朋友打视频 这个有点私密的认知 让静眼心跳情不自禁地加速 宝宝 他忍不住出声喊 打视频干什么呀 我还在因为突发的要求而生闷气 我想看你 静眼哑着声音说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理解 我待在被窝里也不老实 嫌闷得慌 从被子里钻出来一点 呼了一口气 静眼看见了粉丝的舌头 目光直愣 我实在不知道静眼想要说什么 我只觉得静眼的视线太过露骨 看得我有点不自在 我撇着嘴 总想要挂掉视频 静眼看出了小女朋友的不乐意 以她们的关系 视频本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有理由的推举 是我的问题 可静眼竟不愿意去追究 她甚至愿意哄着我莫名其妙的小脾气 哄着我多说一回 我无聊 抱着正在视频的手机分屏玩小游戏 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应静眼 我不知道静眼 更多的情绪是不知所措 我眼眸的清亮干净 和静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至于静眼被我的目光刺了一下 忽然发觉 这段恋爱关系微妙的不对等 她们的感情似乎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完美 我喜欢周让 我得让周让也喜欢我才行 我终究还是装不下去 说了没有几句 就为了挂掉视频 开始哼哼唧唧的撒娇 静眼不知道是怎么了 居然出乎意料的好说话 早点睡吧 晚安 她平静地说 仿佛刚打通视频时 目光热切的不是她自己 我如蒙大赦 挂了视频摘掉假发 热热闹闹在床上打了个滚 顿时觉得自在起来 可我不知道 那边的静眼是什么样的表情 静眼浮在书桌前 她喜欢她的小女朋友 可她的小女朋友没有那么喜欢她 而她们现在处于网恋阶段 周让可以消掉账号 直接结束这段关系 她连挽回的机会都不会拥有 不行啊 怎么能让她跑了呢 静眼到底是出生于商人家庭 从小耳濡目染 学到了些揣摩人心的本事 周让喜欢她什么 钱即使是单纯的拜金 又或者是感情骗子 至少也会为了钱装一下吧 问题就出在这里 她的钱太容易得到了 打个游戏会送提夫 发个消息会转账 想起来就要发个红包 只是她的小女朋友 拿到钱就懒得装了 打一回视频就哼记着要挂 明明她还没说几句情话 那就勾着周让好了 让她必须要付出点什么代价 才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她要教周让学会珍惜她 哪怕最后她仍旧喜欢钱也没关系 她想要得到的人 待在她身边供她喜欢就足够了 静眼末地笑起来 然而那漆黑的磨合勾起的唇角 却给人一种危险的错觉 第二天下午 我们去小溪边上玩 租了老板娘的一套露营装备 外面什么动静 静眼问 好像是去露营了 乔赫扒着窗户看 羡慕不已 哎我说人家真会玩 来这两天又是去果园 又是去露营 咱在这待了这么久 也就去泡了个温泉 正说着话 我抱着大西瓜从窗前跑过 口中喊着 我要第一个到目的地 静眼本来没有往窗外看的 是乔赫趴在窗前 可我的那一嗓子 听起来莫名的熟悉 声音钻到静眼耳朵里 好像带着电流 垫得她浑身一马 鬼使神差的 静眼推开门 不顾刚走过来的沈仙 侧身往下看了一眼 民宿的楼梯在室外 我已经跑了下去 静眼目光捕捉到她的身影 看见的却是一头蓬松柔软的短发 应该是个清爽的男孩子 穿着黑色短裤 露出来的小腿云衬细摆 不是她 静眼在心底发出了一声叹息 而后礼貌地收回了视线 我玩了一下午 衣服都湿了 站在太阳底下撩起一摆 凝成一团钻出水分 江气荒远远地就看见了我 老板娘走过来问候了她一句 我不受控制般扭头朝她看过去 我的眼神太直接了 以至于江气荒觉得那是喜欢 或者是爱慕 江气荒进公司比静眼还早 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 她本不该在意这种眼光的 因为我实在太小 干净漂亮的眼睛 白白软软的脸 用指腹蹭一蹭就要变红的皮肤 我的举动在她的意料之中 可意料之外的是我掀起衣服的动作 湿漉漉的衣摆被我攥在手里 腰腹那里就泄露出来一点风光 江气荒定在了那里 这动作本来没有什么 可他们之前还存在着误会 我无意间掀起衣服 是本就不单纯的误会染上了色的阴影 很低级的勾引方式 江气荒喉结滚动 想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他们是哪里的学生 江气荒好似随口一问 老板娘笑道 高材生呢 都考得一大 而我旅行结束了 上了车准备离开 江气荒却在想车逐渐开远了 我可能还趴在车窗玻璃上 依依不舍地往这里看 别看了 还会再见面的 江气荒这样想着 静眼他们也要回去了 走之前 一伙人去果园里逛了逛 静眼在园子里走了走觉得没意思 走到木屋里找了个位置坐下 静眼垂着薄薄的眼皮 坐在那里翻和我的聊天记录 视线里突然闯进一栏李子 他本是没有放在心上的 直到聊天记录里出现一张照片 同样紫红色的李子 同样柳条边的蓝筐 就连虚化了的背景 也跟木屋的摆是一样 周让来过这里 静眼被意外地发现搞得脑子发猛 他想把这巧合说给我听 但拿起手机看见昨晚被挂掉的视频 又冷静下来 宝宝可不一定会为这个巧合感到高兴 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宝宝勾到手 静眼好像有哪里变了 变化是我从民宿回来之后开始的 只可惜我不够细心 反应总是慢半拍 迷迷糊糊地过了两周才发现不对劲 我的小金库里还是空的 我大吃一惊 是我的魅力下降了 还是我的金主破产了 我没办法知道答案 于是到了晚上 静眼的小女朋友第一次主动地给他打了个视频 鄙视静眼刚洗完澡 随便裹了个浴巾 正擦着身子准备换睡衣 手机就响了 他本想置之不理 可屏幕上跳出的熟悉头像叫他微微一愣 难得呀 他想明白其中的关键 沈笑一声 静眼把我的表情尽收眼底 仍旧使坏问我别的问题 假装看不出来 终于我扭捏了一会 慢慢吞吞又很小声地开口 你可以穿上衣服吗 静眼哼了一声 为什么呀宝宝 我好像知道这个人在逗他了 我瞪了瞪眼睛 一副快要生气的架势 静眼只是想逗逗我 人没离开摄像头 就把黑色睡衣捞了过来 撑着领口迅速套上 我看直了眼睛 睡衣的身位领口又恰到好处的 袒露肌里流畅的胸口 凹凸有致的锁骨在上方盘旋 睡衣倒真不是为了勾引我准备的 静眼敏锐地捕捉到小对象 那迷糊发痴的眼神 倒是一乐 他似乎找到了我的另一个软肋 宝宝 眼睛往哪看呢 静眼勤着笑一问 我不知怎么就入了神 被叫了一声才猛地醒过来 眉眼间染上几分脑 反过来先责问静眼 谁让你不好好穿衣服 静眼觉得自己好生无辜 衣服明明穿得很正经 但他想到了个好玩的 好不容易打个视频 话没说上两句 你看我的身子 我看你的脸 都是视觉动物 他哼笑 咱俩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被他提醒了下 恍然想起来到自己打视频的目的 我犹豫了数秒 七七爱爱地开口 我倒也聪明 用撒娇的句式问静眼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作为铺垫的第一步 静眼乍一听见 就觉得心脏都要融化了 忍不住弯起唇脚 双眸满含笑意地注视我 怎么会 宝宝 静眼四两拨千斤的说情话 却也是真话 我这么喜欢你的 可是你以前给我很多钱的 你现在不给我钱了 我都没有钱了 我很难过 我一股作气地说完 尤其是我在说到没钱的时候 还伸出白白软软的手 抓了下空气 示意我真的没有钱了 静眼用手指按住唇脚的笑意 宽容宠衣的态度 挡也挡不住 我以为有戏 软着声音说了很多好话 又对静眼撒娇卖乖 静眼这回不只是心要化了 他全身都要化了 化在我的甜言蜜语之下 但可怕的地方 在于静眼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他始终记得最根本的目的 是我喜欢他 一时的甜言蜜语 让他受用至极 却不能让他受用一辈子 他要的是我这个人 眼看着嘴皮子都要说破了 静眼还没有一点表示的意思 定力不够的我有点急了 忍不住打直求问 哥哥 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 钱不够用了吗 静眼明知故问 嗯 我赶忙点头 当然可以 我是宝宝的男朋友 本来就该养着宝宝 静眼应得很大方 只是最后又提出了个小小的要求 宝宝 我可以给你打视频吗 当然可以 我应得属实有点艰难 但静眼刚答应给钱 我不好拒绝 这只是个开始 打那以后 我在想要钱的时候 静眼总会提出 更过分的一点小要求 例如说两句好听的哄哄他 发张自拍给他当壁纸 主动给他打个视频 到了后来视频 已经慢慢养成了习惯 隔着屏幕见不得真人 我慢慢地放松警惕 分享欲逐渐旺盛起来 我会苦着脸告诉静眼 妈妈扣我零花钱的原因 抱怨外面下大雨 没办法和好朋友 一起出去玩等等 这样的状态 一直持续到假期即将过去 我们就要重回学校 我打算从宿舍里搬出来 自己找房子住 可问题是 我不了解租房这方面的信息 我在网上查 也没查出具体可靠的消息 正苦闷的时候 眼前忽然闪过一个白色身影 我眼睛一亮 陆清怀 本着试一试的想法 我联系了陆清怀 虽然加了好友 但两个人只见过一面 我对他的印象 也只剩下了槐花香气 又是要麻烦别人的事情 所以给人发消息的时候 非常礼貌客气 学长你好 我是周让 我们上次在茶馆 见过一次消息发出 一时间没有人回复 我便走了神 我点开了静眼的头像查看 却是抓拍了一个人的侧脸 而这个人是我自己 我看呆了 极其震惊地盯着这张照片 绞尽脑汁才还原出他的来历 是在一个半夜 家人都睡下了 我被噩梦惊醒 因为和静眼说话说惯了 习惯性摸过来手机 迷迷邓邓发了条语音过去 又要闭上眼睛睡着的时候 静眼竟然打来了视频 问我怎么了 怕老妈发现 我只开了床头灯 习惯性捞过假发盖上 脸贴着手机上 稀里糊涂地跟静眼说话 连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都不知道 只是下半夜的梦做得乱七八糟 梦见静眼站在我面前 哼笑着对她说宝宝亲我一口好不好 没想到那天晚上静眼竟然截图了 还把我的照片做成了头像 我又气又恼 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清白大姑娘 走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地就被流氓啃了一口 静眼就是那个流氓 幸好那照片抓拍得很模糊 怎么看都是个精致小美女的样子 不太能和我本人联系起来 正盯着静眼的头像默默咬牙的时候 新消息蹦了出来 陆清怀回 不用那么客气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我小小的疑惑了下 已经是朋友了吗 好的学长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那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陆清怀想象出我无语凝捏的表情 眉目尖拢上清浅的笑意 脸上的奶油还没擦干净的乔赫 不可置信的质问 你竟然笑话本少爷 今天是他生日 他们几个要好的都在 顿了两秒 他看见陆清怀面前的手机 后知后觉的傲了一声 跟谁发消息呢 笑得这么开心 你不认识 陆清怀只说 不是 你上回就没跟我们一起去泡温泉 现在又笑成这样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背着我们谈对象了 乔赫瞎猜 我笑得很明显吗 陆清怀倒有些不解 不像是在谈恋爱的样子 乔赫解除了对陆清怀的怀疑 暗自嘀咕 他想多了 陆清怀给我发消息 有些具体的事情说起来比较麻烦 我给你打个语音电话 毕竟是在麻烦人家 我忙不迭地回 好 这边两人正打着语音电话 唐颂跟静眼在一桌玩扑克 把游戏机都输掉了 他想把静眼赶下牌桌 心声一记 问静眼 哥 你今儿咋不陪你对象聊天了 最近视频极其频繁 每天都能看见小女朋友的静眼心情愉快 正愁没有的炫耀 文言就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道 陪啊 我这就去陪 他无比顺手地播了个视频过去 我正在跟陆清怀打语音电话 静眼的视频也会有提醒 但我还记着头像的事 想也没想就挂了 静眼特意戴上了蓝牙 只等着和我说话 谁知几声忙音过后 他只听见一句 对方正在忙 视频被挂断了 静眼脸色变坏 择了一声 怎么就忙了 忙什么呢 忙得没空接个视频 他隐晦地瞟了一眼陆清怀 人家打电话的人都不忙 有点羡慕 大概就是这样 陆清怀把租房要注意的事项 都给我提醒了一遍 顺口道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 可以看一下修竹院的 我在这边住 感觉还不错 真的吗 我一起 声音都情不自禁软了一点 巴巴地问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陆清怀弯了下眼睛 而静眼忍不住发消息 撩拨我 倒我没回复 静眼崩起下汗 单手在键盘上敲字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 好 这么完事吧 好样的 你给我等着的 我已读不回 看见静眼的消息 心虚了两秒 又很快给自己找理由 谁让他那么烦人的 我都要开学了 不对 静眼是哪个学校的来着 哎呆 我人傻了 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所学校 他们很有可能在学校里撞见 静眼很可能会认出来他 不 我哀嚎 我已经不敢想象那时的惨象 如果事情败露 静眼肯定会杀了我的 不不不 我要自救 分手迫在眉睫 晚上静眼掐着点打来视频 本是想兴师问罪的 谁知我在视频快挂断的时候才接通 还没有开摄像头 静眼察觉到不对劲 不好的预感莫名浮现在心头 他皱了下眉 怕我出什么事 怎么了 我 我不太方便 我说话时刻巴了一下 怎么就不方便了 花脸了不敢见人了 静眼担心的用玩笑话试探 谁知我立即点头 我整容了 我那个整容失败了 不好看了 你不要看我了 我们分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被静眼打断 他乐了 宝 撒谎至少也得眨下眼 今天早上咱俩还打了个视频 今天中午你还给我发 你在家吃火锅鱼的照片 怎么 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整容失败了 到底怎么了 你这样我会担心的 静眼追问 我没说话 静眼就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的提出可能性 是没钱花了吗 没钱花了 直接跟我要就好了 哪回没给你 这就转账好不好 在他们之间 钱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他赚了一笔钱我没收 问题没出在钱上 静眼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静眼抓了下头发 忽然问 宝宝 你是在怕什么吗 我捂着嘴巴 半针半甲的小声哭丧 怕你打我 怕成这样 静眼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在外面找男人了 我哽了一下有点脑 虚张声势地嚷嚷 干什么呀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天天想这小那的 还找别的男人 说得我好像个狐狸精似的 静眼眉目不动 对这件事倒坚定得很 只短促地笑了声 我想的人可一直都是你 我在静眼看不见的地方 咽了咽口水 干巴巴的试探 你 你再这样 我就要分手了 宝宝 你最近好像有点得寸进尺哦 昨天不回我消息的账 还没跟你算呢 我傲丧 觉得静眼太聪明了 不仅不跟我志气 还反过来挑我的刺 宝宝 你在这样的话 我就要怀疑你对这段感情的态度了 静眼慢条思理道 我怎么能承认这个 我还记得上回 静眼恐吓说他骗钱警察叔叔 会把他抓起来的事情 静眼那么有钱 现实中似乎也不太好惹 很有可能事后报复 我只想要和平分手 不想惹更多的麻烦 我戚戚爱爱道 怀 怀疑我干什么 我又不会骗你 我是好人 后面我就暂时放弃了 和他提分手的想法 第二天静眼起床后 习惯性点进我的消息栏 就看见了我今天刚给他发的消息 哥哥 没钱吃饭了 给一点钱 他一早醒来给我发的消息 到现在都没得到回应 我故意没回静眼的消息 把沈仙和谭真他们喊出来吃烧烤 静眼忙了一上午 草草吃了中饭回到办公室 却发现我连他早上的消息都没回 直接坐不住了 不回消息 宝宝 你是大忙人了 拿完钱就跑 翻脸翻得挺快 我慢吞吞的用寻常语调 扔出去一个重磅消息 和小哥哥一起吃饭了 没看见 静眼的眼睛被刺了一下 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 什么小哥哥 你和谁在一起呢 为了别的男人不理我是吧 请朋友吃饭 我故意回得简略 让静眼自己去想 静眼愣了愣 果真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不可置信道 你拿着我的钱 去请别的男人吃饭 嗯啊 我点了下脑袋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静眼直接给气笑了 忍不住威胁道 你最好想想清楚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 我心虚 但我知道静眼没办法摸着网线过来打我 胆子就大了点 开始装吃卖傻 你不愿意吗 静眼还没回复 我就带住了机会 巴巴巴一顿输出 说静眼管他就是在限制他的自由 说静眼不是喜欢他 是控制他 说其实他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设置了一个爱情小考验 静眼没有通过 好一顿歪理 说得静眼都要头疼了 他要真想控制我 又怎么可能是这么简单 静眼脑海中不受控制的 闪现出一些混账的想法 但当务之急 是不能让我再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他就成千古罪人 直接要被判死刑了 静眼眼瞼一概地发问 那男的什么人 他不上套 我懊恼地咬了一口大虾 懒得打字 按着语音故意问 你说的是哪个 有两个男的呢 静眼本甘生气的 毕竟是他们还在恋爱 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拿他的钱去请别的男生吃饭 这是放谁身上 谁都不乐意 偏偏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吃着东西 嗓音有点含糊 听起来怪软和的 语音停得晚了点 静眼还听见我跟人家要成志喝 像个没心没肺的小孩 静眼心里的火 就笑了些下去 怎么舍得跟我计较太多 两个都想认识认识 要不宝宝介绍一下 静眼似笑非笑地回 我满脑袋的问号 我怎么可能跟沈仙和谭真介绍静眼 我连网恋的事都没跟朋友说呢 突然冒出来的男朋友 我都不敢想象这两个人的表情 原本岌岌可危地对峙 被他一句话扭转局面 变成我给他介绍朋友了 我突然发觉 静眼好像比我聪明一点 他明明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却总能避开那个结果 于是不仅没达成目的 还被静眼抓住了把柄揪着不放 最后不得不气馁地放弃这个话茬 老实了一回 可就这么结束这个话题 我又实在不甘心 我动了动脑子 想了个绝佳的主意 谭真刚从冰柜里拿了瓶可乐 还没做回去 就感受到了我冲着他来的目光 给你给你 谭真想也没想地把可乐递过去 顺手拧开了瓶盖 我不要 我不似平常地任性淘气 与其认真 你跟我拍张照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谭真不解 多大点事 值得我这么正经地说话 搞得他都不太好意思了 但他没想到事情会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 我瞅着四周没人经过 抓住机会搬着凳子蹭到谭真旁边 咔嚓一声 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几乎是挨在一起的 谭真愣了下 准备再拿一瓶可乐的动作浆在那里 脸蹭得红了起来 什么时候产生这样的心思的 谭真心慌意乱地问 我忙着裁剪图片 把两个人的脸都给去掉 再发给敬眼 没注意谭真说的是什么 再回神就听谭真长篇大论道 我知道我很帅 你喜欢我正常 但是我一直都把你当兄弟 这是确实不是那么好接受 你别不说话 我 我承认你确实很可爱 我也确实想过这件事的可能性 但是这件事的从长记忆 而且沈仙还在这呢 你说咱俩一下子脱单了 就剩下他一个外人了 他多尴尬 是不是沈仙 我震惊地张大嘴巴 和一旁看好戏的沈仙对视 谭真还以为他接受不了 要哭了 竟笨手笨脚地想摸他的眼睛 一副真要和我谈恋爱的架势 你别哭啊 我也没说不行 我大受震撼 拍张照片而已 我迅速搬着凳子回到了原位置 警惕地看着谭真 像被吓到了的猫 沈仙看明白了 忍不住偏头笑出声来冲谭真道 一个瓶换了你的大招是吧 你还真想过呀 谭真反应过来 脸色红一阵紫一阵 他有时候真的很可爱啊 我也没怎么想 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想我要是个女生 我就追他了 我没抓住重点 瞪着谭真 你怎么不想你自己是个女生啊 那也行啊 谭真嘀嘀咕咕 我又没说不可以 我用力拍桌子 气势汹汹地对谭真道 我把你当兄弟 我也把你当兄弟 谭真嘴硬 我也没干什么呀 我就说说 真就说说 这是好像是个玩笑 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但我就是觉得 好像自己被人按戳戳占了一点便宜 所以就有点脑 我都没想过让你当我女朋友 我气到 你想嘛 你现在就想 随便怎么想 我都不生气行不行 谭真扶小坐低 给我扒了一盘的大虾赔罪 我其实还没有弄明白 但咬着大虾 就稀里糊涂地 顺着台阶下去了 我也没真生气 更没想真和谭真闹别扭 静眼坐在会议室里旁听 手机无声震动 他扫了眼照片 突然定在了那里 我后面还有一个人 很明显是个男的 应该就是我所说的朋友 两人靠得那么近 还真敢发给他看 静眼低潮一声 拿起手机想要干点什么的时候 突然察觉出了不对 胡桃色会议桌面光可照人 周围人战战兢兢地 听着总裁的指点 静眼靠坐在侧边的办公椅上 光明正大的走神 他忍着脾气 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 忽然发现我这一整天 都在给他找事 就好像是在故意搞他 我想让他生气 是这个意思吗 我瞪着手机 半天都没等到回音 有点坐不住 拉着沈仙又拍了一张发过去 这火上交由异味的举动 落到静眼眼中 实在太过于明显 静眼硬是要被他气笑了 想也不想地打字 宝宝 你很想我生气是吗 我猛地被戳穿 果真慌乱起来 头顶的状态蓝变了又变 却是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我满脑子都是静眼居然知道 知道我想干什么 我心虚气短地说不出来话 可静眼却头一次不想放过我 晚上准点视频 别说有事 我惊恐地从签子上咬下鸡腿肉 一边嚼一边想 这是要跟我算账了 两人网恋着一个半月 还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这是头一回 晚上我反锁上自己卧室的门 带着假发扑到床上 视频接通时 静眼脸色果真不怎么愉快 还知道打视频 我以为某人已经把他的正牌男友 抛到脑后了呢 怎么会呢哥哥 我善笑着为自己找步 哥哥上班忙 我不敢打扰哥哥的工作 是很忙 忙着转女朋友请男生吃饭的饭前 静眼喝了一声 阴阳怪气 我从中听出了暗指我水性羊花的意思 被骂得呆了呆 接着狡辩 是好朋友啊 不算男生 他们知道你这么说吗 静眼似笑非笑 宝宝 别搞这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把戏 我哄了好一会 好话说尽了 静眼竟然丝毫没有缓和口气 我哄得累了 静眼爱怎么想怎么想 于是开始摆烂了 我的下巴抵到床上 寻找舒服的姿势为睡觉做准备 静眼印下心肠不为所动 等着我接下来的手段 屏幕里却突然没了人 再仔细一看 却又看见了微微张开的领口 突然我伸出一条腿勾住了被子 细白的腿和被子颜色 碰撞出来的冲击力还不算什么 更要命的 还是因为我的动作一点点卷上去的短裤 周让 静眼盯着那块地方 叫了我的名字 我已经不太想哄着他了 动也不动 说出来的话也很敷衍 哥哥 真的知道错了 原谅我吧 真的不会有下一次了 真的想让我原谅你 静眼突然道 我打了的机灵 因为他这句话重新燃起了些希望 真的真的 那你把手机拿得近一点 静眼道 我坐起来 老老实实地把手机拿近 静眼原本清悦的嗓音莫名低压起来 手机往下一点 我不明所以的听话 用手撩起衣服 静眼呼吸很沉 我傻了一下 但静眼忽然流氓起来 眼中含着虚假的笑 看看妖啊 宝贝 她的称呼变了 好像两个人变成了普通情侣那样 会沾染色欲 我一下子捏紧了一百 手指都传递出紧张不安的状态 不愿意啊 静眼轻声叹息 给她看了就没事了 反正我也是男生 其实也没占多少便宜 我的脑子其实还糊涂着 但静眼逼得紧 我没怎么想 咽了咽口水 慢慢撩起了短袖下摆 我憋不住想把手放下的时候 静眼偏偏说了一句别动 空气不知是为什么有些燥热 我的脸慢慢烧起来 宝宝 好可爱啊 什么时候能见面啊 真的很想摸一把 我被她描绘的画面搞得面红耳势 又被她说想见面的热切语气 吓得打了个哆嗦 休脑的松开一百 你不要脸 我小声嘟闹着骂人 脸粉扑扑的 语调还有点迟疑 分不清到底是被占了便宜 还是情侣之间本就应该的 所以那句骂也没有什么威力 就是看看 又没真弄 静眼表面上是满不在乎的随意模样 炙热的眼神却怎么也没办法从我身上一看 如果是平常 以我会说甜话爱卖乖的本事来说 这事到这也就能被糊弄过去了 天天我某方面太纯了 像个小呆瓜 脑袋都要被撩拨的冒烟了 静眼也热 看我半懂不懂 脑怒羞气的样子眼热 她知道自己很无耻 也很唾弃这样不要脸的自己 可是我这样 谁不想欺负两下 亲我一下呗 静眼低哑着声音耍无赖 宝宝你亲我一下 我就原谅你 刚刚都撩过衣服了 不要 我拒绝 可这两个字说得太快 听起来就有点含糊 静眼不说话了 只笑着看我 周围渐渐安静下来 气氛却依旧以你浓厚 屏幕里的静眼眉眼生动不像从前 她坐在床头 依旧穿着慵懒舒适的黑色睡衣 领口招摇的露出一大片 我看着静眼 刚把body咽了下口水 静眼给我转钱的时候 我没这种感觉 静眼给我送皮肤的时候 我没这种感觉 静眼穿性感衣服勾引我 是我也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为什么现在感觉不太对